中共為保障11閱兵的順利進行 從9月開始 大陸各地就陷入草木皆兵的狀態 10月1號 多名上海訪民在北京被綁架 隨後被刑事拘留 上海著名人權律師鄭恩寵被旅遊 他的妻子也被迫在外流浪 著名人權律師鄭恩寵 9月29日上午遭上海靜安分局傳喚 隨後被軟禁在賓館 無法對外聯繫 一名親近鄭恩寵家的友人10月1號透露 鄭律師已被強制旅遊 他的妻子蔣美麗擔心回家也會被帶走 目前在朋友處流浪 另有媒體報導 10月1號 上海訪民為開珍、周靜智、 劉曉鈺、王永鳳、沈晴芳、魏佩芳、 朱黎斌、孫玉美、蔣國華等約有10人 在北京街道上遭上海警察便醫 或駐京辦人員攔截後押回上海 上海訪民葛開英也遭上海警察綁架 並押回上海 10月2號 他被靠往黃埔區看守所刑事拘留 上海訪民徐佩玲表示 9月份開始陸陸續續有上海訪民被綁架 被關黑監獄 徐佩玲指出 為了大閱兵的順利進行 政府違法抓人不得民心 首先違法就是這些代表國家的政府啊 代表國家的機器都是他們在違法啊 中國的老百姓太苦了 共產黨領導之下就不讓我們發言 這種政府你說得民心嗎 早晚在倒台啊 金唐人記者長春、陳傑、施宜君採訪報導 雲伴